这五种食物最伤大脑 可能会造成脑萎缩 能少吃就少吃 大家好 我是王医生 今天和大家分享 五种最伤害大脑的食物 这五种食物呢 可能会造成脑萎缩 记忆力减退 头晕 老年痴呆 认知障碍等问题 所以咱们平常啊 能少吃就少吃 首先咱们说的第一种 就是特别咸的食物 你比如 咸的咸菜 咸鸭袋 泡菜等等 另外就是咱们平常吃的零食里面 其实含的盐都挺大 专家说 如果人体长期摄入大量的盐 会刺激加速释放神经元 会过度活跃 这种机制可能导致大脑过度缺氧 甚至造成脑损伤 另外咱们吃的盐过多 还会损伤脑细胞 还会导致血压升高 造成水肿 估质疏松等问题 所以咱们平时吃饭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盐的摄入量 每天食盐摄入量 尽量控制在5克以内 接着咱们说第二种食物 含有反式脂肪酸的食物 比如炸鸡 汉堡 蛋糕 巧克力这一类的食物 这是因为反噬脂肪会影响胰岛素敏感度下降 会造成身体发炎 容易伤害脑神经 造成记忆力下降以及学习障碍的现象 这种情况与糖尿病 阿兹海默症 也就是老年痴呆形成的原因类似 另外反脂肪酸还容易增加脑血管退化和硬化的危险 导致大脑萎缩 下面咱们说第三种食物就是高糖类的食物 比如咱们现在常见到的各种糖果 饮料 蛋糕 冰淇淋 奶茶等 这些食物里面含有大量的糖 而这些糖会导致我们身体的胰岛素的敏感度下降 从而造成认知的缺失 记忆力下降 另外从中意的角度上说呢 过于潜意的食物会导致脾虚而生痰 寒蒙轻翘会出现头晕眼花 记忆力减退这样的情况 接着咱们说第四种食物呢 就是酒 咱们国家呢可是饮酒大果 而且这个酒文化特别的深厚 平时咱们总说小酌以情大喝伤身 其实酒这个东西呢 最好是不要沾 美国有一项吃醉了19年的跟踪发现 经常喝酒会增加记忆力丧失和老年痴呆的风险 不仅如此 最近一项研究发现 长期大量饮酒对我们的脑部还有另一重重大的打击 那就是脑萎缩 而且是全面萎缩 最后咱们说第五种食物 就是油炸和烧烤这里的食物 研究表明在200度以上的油温监查出来的食品 以及长期暴晒于太阳光下的食品呢 含有过多的过氧值 它会聚集在体内使人体的某种代谢煤系统遭受损伤 促使我们的大脑早摔或者痴呆 另外经过高温烹饪的还会一些致癌的物质 比如粉饼壁也会损伤我们的健康 以上五种是最伤大脑的 你爱吃哪一种呢 你又经常吃哪一种呢 好了 今天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健康问题 也可以点击我的头像进入主页 看我第一篇微头条进行咨询 关注王医生一起做中医传承人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